45條的背後考慮是 提名參加普選的過程有一個制度 香港以前 尤其是80年代時 還未有政黨 我們大家都知道 實際上是其他國家 提名參與最高領導人選舉的機構 多數是政黨 美國主要是共和黨 民主黨 英國有保守黨 工黨 台灣有民進黨 國民黨 香港80年代時沒有政黨 所以當時已經要思考如何設計普選特首的制度 當時只能想到這個方法 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按民主情緒提名 所以這個原則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提名制度當然要符合當時的社會和政治環境 所以如果某一個地區或國家已經有相當成熟的政黨政治 由政黨去提名 這是完全可行正當的做法 現在香港這個情況 有些人提議公民提名 我都明白他們背後的考慮 他們擔心提名委員會的絕大多數成員都是建制派人 他們也擔心提名委員會會不會多數服從少數的原則 去排除那些在提名委員內只有少數支持的人 令他們不可以成為候選人 所以我也很明白提出公民提名的人士的關注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雖然公民提名 他們提出這個方案 很難解釋到符合這個45條 但我們在實施這個45條 這個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和民主程序的時候 應該盡量設計到一個方案 可以實現到一個自由和公平的選舉 自由和公平的選舉 亦都是國際上對於選舉的一個公認的標準 公平的選舉 其中一個重要的元素就是 有不同政治意見的人 不同政黨 不同政治派別的人士 都可以有公平的機會去參與這個選舉 所以我覺得我們將來實施第45條的時候 自己覺得引進現在有些人建議的公民提名 很難符合到45條 但在45條實施的時候 都應該盡量注意到他們的關注和回應他們的關注 保證到不會有種情況出現 就是提名委員內佔超過一半的議席 某政治派別是可以排除 一佔少數席位的政治派參與特首普選的機會 請問 concreta 請我們 請我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